神的項目最後要進場的是來自於白俄羅斯的選手 Staniota 這位選手也是非常的有實力 他極有可能來威脅俄羅斯的Kanaeva 他在下午的資格賽是第二名進入到晚間的決賽 這是一個柔韌旋轉完成得非常好 這是他最拿手的旋轉 這個難度有1.6分之高 我們看他的音樂是一開始是慢節奏 但現在變得快節奏 我們可以看到每位選手的繩子至少要有八個跳以上 可以選擇八個跳 一個旋轉 一個平衡 一個柔韌動作 我們剛剛有看到這位選手他做了兩個旋轉 這是允許的 我們可以選擇其他 games 我們可以選擇的一將 我們可以選擇一張演員 我們可以選擇還有ven票 我們可以選擇的一張電視 我可以選擇一張電視 一張的換位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的一個後人 還有一張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的一張ドア 然後看他的分數能不能夠去威脅Kanaeva 他在下午的資格賽 是僅次於Kanaeva 是排在第二名進入到晚間的決賽 我們知道白俄羅斯 在北京奧運會 他們的運力體操項目 成績也非常的出色 對 我們可以透過慢動作看到 他的腳尖跟膝蓋非常的漂亮 對 我們可以透過慢動作看到 對 得分26.975 他的分數雖然比下午要出色了 26.975 但是還是不足以去威脅 得分超過28分的Kanaeva